周祖周智,张丽颖是一个从农村出来的演员,刚出道的时候在剧组里面跑过农套,如今呢,已经成为一名顶级流量女明星。 这一路的坎坷和心酸只有她自己知道,也曾经受过其他人的血眼。 虽说,现在的她已经很成功了,但对那些刚刚起步的演员也会特别照顾。 近期在微博之夜领奖的时候,怕张小斐出去登台不习惯,就对她特别照顾,小戏集很暖心。 在今年大年初一,贾琳导演的《你好李幻音》这部影片捧红了张小斐。 说起张小斐,大家对她都不陌生,之前参加过很多次春晚,凭借着喜剧人的身份被大家众所熟知。 不得不说,喜剧人这个身份也带给她很多的成就。 这次在微博之夜的颁奖典礼上,张小斐和群号张丽颖一同被评为年度实力演员的称号,这个成绩对张小斐来说也是一个突破。 三人登台领奖的时候,张丽颖和群号走在前面,张丽颖频频回头看张小斐,怕她在后面没有跟上,还特意站在原地等了她一下,换做其他人可能就各顾各的上去了。 由此可见张丽颖的贴心的一面,大家都知道张丽颖这一路走来也非常不容易,她也能够体会张小斐当下的心情。 为了不让她觉得孤单,所以很照顾她,在看到张小斐跟在后面时,为了不耽误进展,就开始往前走。 没走几步,她又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下,生怕张小斐掉队伍。 可以说这样的大场面中遇到像银宝这样的人,内心都会觉得很暖的。 随后群号拿到奖品,就直接走到了舞台中间,银宝拿到之后并没有直接走,而是故意放慢了脚步。 等张小斐拿到奖杯后,两个人一起走,银宝的这些小举动都被大家看在眼里,从这些细节中就可以看得出她的人品真不错。 大家都说细节决定人品,赵丽颖除了平时说话比较耿直外,自身的教养一直都很棒。 在不久前,张小斐与何宋传媒合作的消息引起了网友的热议,她凭借你好吕欢音爆红之后,不少网友担心她与大碗娱乐解约,但她的态度坚持表示永远不会这么做。 当时还感动了不少观众呢,羡慕她和贾玲的友情,但短短没有几天,张小斐就传来了与何宋传媒的合作。 众所周知,何宋传媒是很有实力的经纪公司,旗下的艺人有着赵丽颖啊,李冰冰和润东等知名演员。 但让人想不到的是,她并没有和贾玲解约。 大碗娱乐依旧是她事业版图的中心,其实张小斐与何宋传媒的合作,更多的是商业合作。 我们知道大碗娱乐主要走向是娱乐方面,因此张小斐一开始也是走喜剧路线,要不是贾玲拍了这部电影啊,她可能还在喜剧的方向摸索。 这就说明贾玲能够将她捧红,但是给不了之后的资源,所以贾玲就当了一把推手,将张小斐送了出去,找到一个有运营能力并且可以带来资源的公司,所以才会与何宋传媒合作,加给更专业的经纪公司包装张小斐才是明智之举。 看似贾玲辛苦培养的人才被外分,实则对于他们来讲再好不过了,从这一点也能够看到贾玲的心胸还是很大起的。 总的来讲,之后的张小斐能在大碗娱乐与何宋传媒的保驾护航下,一定可以走得更远。 值得一提的是,签约张小斐的人是赵丽颖,他们俩还真的挺有缘分的呢,可能是在颁奖典礼上赵丽颖回头一看,就象征了张小斐吧,不管怎么说,我们都希望她能够在演艺圈走得更远。